歡迎收看第二部份的《放眼馬世界》 上一部份為大家介紹了今季的練馬師 事不宜遲, 馬上分析一下騎士的形勢 首先介紹一下今季的十位公司騎士 分別就是 和十月份才會來到香港的無私義 以自由生騎士有八位分別就是 鄭宇田、徐君禮、黎海榮、賴維銘、梁明偉 鄭順強、湯志傑、黃志偉 以馬房授拼騎士就兩位 分別就是授拼於若汉摩亞馬房的白德文 以及授拼於梁定華馬房的刀爾 至於今季的建築騎士就五位 分別就是蔡明蕭、梁家俊、梁家偉 蘇迪熊和楊明倫 正所謂新離新豬肉 不如先介紹一下今季的三位新免孔吧 首先出場就是今季獲發牌的 建築騎士梁家偉 聽過名字,是不是覺得很熟呢 沒錯,他就是建築騎士梁家俊的包弟 他今季將會為師傅 徐羽石的馬房效力 當時我在澳洲塔斯曼尼亞出賽 那邊其實他的比賽模式 跟香港有些分別有些不同 一來他那邊是左圈 二來在走位上就沒有那麼緊迫 因為場地的關係 所以有時跑出面或者裡面 跟香港有些特別 在香港比較高級的賽事 就比較上 就看到很多高手在這裡 都挺緊張的 壓力就一定有的 不過主要來季還是儘量吸收多些經驗 打好基礎 慢慢吸收多些經驗 慢慢進步,一直下去 另一位新騎士 就是現年33歲的南非騎士卓利 卓利九一年出道 曾四度成為東開埔省顧軍騎士 累積頭馬過千場 其中包括六項一級賽 初黎報道,對他的表現 大家真的要適合以待 對,絕對,香港的競爭很競爭 你競爭對世界上最優勢 你競爭有最好的競爭 你競爭有最好的競爭 我喜歡競爭運動 對,很棒地享受新的文化 我一直都在南非 我一至二次去泰國和英國 但香港的文化很不同 我享受它 短期的項目是要做得最好 我早上的項目 很競爭 很難得進入早上 所以你需要早上的項目 短期的項目 我當然要到日曜日 我希望將它延長 短期的項目是要在兩季 長期的項目 我們不知道 最後一位 就是上季季尾 來香港客串四天的澳洲騎士 帕威廉 帕威廉曾經從06至07年到馬跪 以大比數拋離對手 榮登西澳洲冠軍騎師寶座 他自2002年開始 拆騎出賽以來 至今已經勝出超過750場頭馬 帕威廉上季來香港短短四天 雖然沒有贏得頭馬 但也奪得四亞、一季、兩電 成績上算不錯 而今季他對香港賽事更加熟悉 不知道會不會有更加發揮機會呢 我認為會有機會 我會有機會 有感覺到有感覺 有感覺到有些駕駛 和有些駕駛 和有些駕駛 我認為是很大的挑戰 去看早上 我認為這位是很大的項目 我希望能夠改變 我能夠改變 自己的改變 我能夠改變 我最重要的 我的目標是 能夠改變 與駕駛的交流 和駕駛 和駛駛 主要是可以取勝 然後讓我能夠處理 介紹完今季的新季 是時候介紹一下上季最結束的騎士 上季成績最好的就是偉達和柏寶 分別只有96貫和79貫 偉達經已連續糾戒成為冠軍騎士 而柏寶則第四次屈居第二 柏寶雖然只有第二 但他上季季尾成績非常飄秉 由四月尾到薩科日期間 勇奪三十多長頭馬 風頭一事無兩 更曾經一度在 最受歡迎騎士選舉中領先 反觀偉達今季只奪得96長頭馬 比起他過去最佳成績 114長頭馬紀錄有些結局 新一季的冠軍騎士之爭 相信偉達和柏寶 將會掀起另一番風起雲湧 本港的馬房授聘騎士 即是馬房的主帥 一向人數偏少 白德文就是其中一位 他經已連續三季成為大摩馬房的主帥 白德文從騎以來成績十佳 上季雖然因傷還 要缺陣多個賽日 但仍然奪得41場頭馬 在冠軍騎士榜位列第五 而且還贏得香港金杯、香港短途錦標 和09年香港打比大賽的三場一級賽 難怪一向出名 要求高的大摩都繼續跟他合作 而除了白德文之外 另外一位獲得廉馬師梁定華賞識 就是來自英國的Doy Doy上季只獲得15貫 以19雅、19貴 成績未如理想 但有奧昊先生之稱的Doy 都懂得將勤補絕 今季特地提早返港 除了可以早點收身復活之外 還可以好好地表現 跟練馬師定下來貴的大雞 這麼會做 難怪練馬師梁定華會立他為主帥 說完幾位外籍騎士 是時候分析一下本地僵的實力 前冠軍建習生鄭宇田 成績一向都是一眾華人騎士之中的表表者 更曾多次奪得首席華人騎士寶座 但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 上一季建習生蔡明肖大放光芒 他以43長頭馬 成為過往十年本地騎士的第一人 鄭宇田的風頭雖然被蔡明肖蓋過 但他表示大家的級數不同 不會拿這個私底來做比較 只要變成自己繼續努力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一群本地騎士 如何為華人爭光 不動作為華人騎士 我會想說 誰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